好 殺雞絲 好 這種文章非常的長 你要怎麼辦 不要衝動啦 沒關係 其實先看題目就好了啦 人是我非不能爭 人非我是更不須爭 什麼叫人是我非 別人是對的 我是錯的 所以我怎麼可以去跟人家爭呢 我不對唷 所以當然就不能爭了 可是如果別人不對 我是對的呢 他說不需要爭 反正你是對的吧 是不是 所以他想要表達的道理是什麼呢 你看 到底要不要爭 你發現沒 不爭 不爭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你看 哪個不爆垮 真理不是靠真出來的 對啊 你真沒有用嘛 到底怎樣就是怎樣嘛 是不是 所以A沒有問題 我們要講是不爆垮喔 所以A有喔 再來給B 凡事不爭 退一步海闊天空 他是叫你要裏拉嗎 他是要叫你拉嗎 不是 他意思是說 阿實勝於雄辯嘛 事實是怎樣就是怎樣嘛 阿你要不要爭 唉唷等一下 跳出來了 等一下喔 好 回來了 所以 你要不要爭 根本就不重要啊 你 你不需要爭 你沒有必要爭 反正你爭不爭 道理還不是都是一樣 都是一樣 你對就是對 你錯就是做 是不是 所以你看C選項 無論你再怎麼爭也說服不了對方 對阿 為什麼 因為有的人 他根本不講道理阿 阿這種人 你還需要跟他爭嗎 你白費口舌嘛 是不是 沒有用 做選項 時間會還真理一個公道 有阿 這個就是 真理 道理到底是怎樣 就是怎樣的嘛 所以你看到 這是不是真理 對不對 所以答案是B B B是在叫你理浪耶 可是題目是在跟你講 你 你 不用去爭 因為事實是怎樣就是怎樣 道理是怎樣 這 這不是真能夠改變的阿 對不對 所以他不是叫你理浪 第二題 他認為年輕人 應該具有的 基本的生活態度為何 他不是叫你不要爭嗎 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文章 這時候 就要去 裡面找答案了 因為 這沒有辦法用看的喔 好 你看喔 面對 衝突的時候 你看到沒有在這個地方 人受委屈 有沒有看到 願意吃點虧 非常基本的生活態度 看到了沒有 關鍵字出現囉 基本生活態度 這不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有沒有 關鍵字嗎 是不是 所以答案是豬阿 很簡單吧 再來第三題 他說 他說態度跟EQ喔 會比是非對錯更重要 也就是說 你是對的 可是呢 你不見得一定要有理不讓人 你一定 不是不讓人 有理不饒人 你是對的那就夠了 呃 對方怎麼想 其實不是很重要啦 所以第三題 你看 欸說什麼 生氣無法處理問題 這個生氣指的是什麼 這個生氣指的就是 EQ嘛 指的就是 態度嘛 你當時的態度 是生氣的阿 啊 你生氣 是不是激化事情的嚴重性 使自己看不見解決的方法 況且憤怒時失控的反應 常常令我們事後後悔不已 對啊 他說你的態度 你的EQ 你要處理你的情緒 比處理你的是非對錯更重要 這樣懂了嗎 所以答案是A 你會發現 B C 豬 這一些 他都不是在跟你講說 你要處理你的情緒 對不對 所以答案是A 只有A有阿 第四題 好 他說 下規道歉 務實智慧的展現 我們先看一下選項 有沒有呢 好 你看到囉 你看到囉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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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他的漏造產品捲入食安風暴 這等於是一個錯誤嘛 是不是 他犯了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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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所以你看 有沒有看到道歉 看到了嗎 他捲入食安風暴 這是不是他的失誤 看到了嗎 所以答案是C 我連文章都沒看欸 是不是直接從題目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記住喔 選項的答案啊 通常跟題目會有一樣的字 或是一樣的意思 哪個不是 這個第五題 哪個不是 阿基斯所認為的 高人所應具有的條件 高人具有的條件 我們前面看到什麼 高人具有 他有什麼條件 喔 他說要幽默機制 給對方台階下 對不對 那事物馬上道歉 對不對 態度呢 要冷靜 阿 不要失禮 是不是 還有呢 他說 不用去爭啦 喔 好 那我們再回到題目來看 什麼叫做能放下個人本位主義 什麼叫做能放下個人本位主義 所謂的本位主義就是一種 嗯 驕傲 覺得人家對不起你 他說 不需要驕傲啦 阿 神端要放軟 懂嗎 再來 能夠在綜藝中求同 什麼叫做綜藝中求同 你跟他有不同的想法 都是義的 是不是 那你要找出什麼 找出你們同樣的點 同樣的想法 這樣子雙方才會有什麼 要有共識 對不對 等一下 跑掉了 不輕易定論事與人 哪裡有不輕易定論事與人呢 我們找找看 不輕易定論事與人 什麼叫不輕易定論 就是 不是 不是你已經看到的 就一定是真的這個樣子 搞不好他有一些 欸 欸 你不知道的 妹妹嘎嘎 是不是 咳 咳 咳 好 所以你看喔 我們找一下在哪裡喔 他說 他說 不用爭嘛 對不對 因為立場不同嘛 咳 不輕易定義事與了嘛 什麼叫定義 自以為嘛 可是 你要考慮到 因為兩個人的立場不同 出主情境不同啊 那你是不是相信筆心會替對方著想 可是 猪選項他並沒有不計代價喔 他並沒有不計代價喔 前面的我們都還可以 能夠在選項 在文章當中 找到相關的文字 可是最後一個選項 不計代價 他倒沒有講這個啦 好